从教授到平凡投资者 C老师的ETF理财之道 退休后的C老师 一位曾任教育国内某大学的教授 在退休三年后 成功利用ETF投资策略 补足了他的退休金收入 好奇吗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震惊地发现 2021年8月 C老师正式退休 但他惊讶地发现 每个月的退休金 比原来的薪资少了将近一半 这真是个从没想到的大问题 退休后第一次领到的退付金 减少到原来薪资的约49.7% 若算上最近政府对抗通膨的调整后 约为52.7% 决心与计划 惊讶之余 他重新审视自己的财务策略 原来退休前有大量资金闲置 在活期存款户头 另外加上少量较高值利率股票 他决定改变投资方向 新的投资策略 透过网路上的被动收入报道 C老师设定了目标 用股息弥补每月6万元的退休金差额 新的计划 就是投资ETF 每月目标 6万元股息 策略性投资 他将资金分散投资于多元化的ETF组合 股市方面包括高股息与成长型ETF 如00878 00929 00713等配合0050 006208 0052 00733等 加上一些债券ETF 后面这张表是他投资的各种ETF 包括月配息 双月配息 即配息 半年配 年配息 及台积电的配息时程 混合结果与调整 在这过程中 他也经历了一些挫折 比如他陆续买进的美国投资及公司债ETF 与美国20年公债ETF与00939目前的市价低于买入价格 但他先专注于提高股息收入 退休三年多 每月自己加薪6万元补上退休金缺口 达成目标 到2024年下半年 系老师达到了他的目标 每月领到的股息已超过6万元 甚至在8月达到64,545元 9月共64,110元 10月高达94,374元 这是2024年1月到10月领到股息的柱状图 系老师分享懒人投资ETF组合 最近三个月配息大公开 我们来看看他投资的ETF和台积电 最近三个月配发股息的日期和金额 主要包括每月配息的00929 00772B 00933B 双月配息的00930 合计配息的0056 00878 00713 00919 00850 半年配的0050 006208 00733 一年配息一次的0052 合计配息的00850 台积电以股价成长为目标 退休生活目标 达成短期财务目标后 他现在享受着充实的退休生活 学习唱歌 跳舞 做健身活动 偶尔去游山玩水 并制作影片 未来计划 展望未来 系老师计划继续投资ETF 调高成长型ETF所占的比率 尽量平衡每月的股息 另外每年将小部分财产赠予孩子 以减少遗产税 经验分享 您也想开始您的ETF投资之旅吗 或许可以考虑看看 要不要参考系老师的亲身经验 为您的财务自由做计划吧 感谢您的观看 祝您健康快乐 投资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